MMA頒獎典禮在26日舉辦 新人女團IF氣勢超強 除了是象徵本賞的Top10之一 更一舉拿下了最佳女子組合 年度新人以及年度歌曲大賞 成員們紛紛感性落淚 然而他們的VCR影片卻遭到質疑抄 前輩Red Velvet的歌曲7月7日 有網友對比該影片和MV畫面幾乎是一模一樣 引發海外粉絲抗議 要求所屬經紀公司Starship必須出面道歉 穿回恨鍋後也被網友砲轟 擺明就是抄襲居然抄得這麼明顯 是以為大家不會發現嗎? 真的太誇張了 也有人指出Red Velvet的7月7日 正好是暗藏10月號主題的一首歌 天命Nive還在典禮上表演了Love Die 從歌詞上來看更是超級不恰當 甚至有種地獄梗的感覺 Starship並未對此回應MMA官方則出面表示 兩個影片想表達的意涵是不同的 但對於有相似的場面感到抱歉 下次會更注意